今天總共有新增11例的重症 以及另外4例是先前 公佈過的中症 那轉為重症跟死亡 那我先就 這個10例 總共有10例的死亡這個部分說明 一下 那年齡是30多歲到90多歲的 個案 那有6位女性 4位男性 其中有 3位是沒有接種疫苗 那有 3位是接種2劑疫苗 4位是接種3劑的疫苗 那 都有一些慢性病史 那其中年長的這幾位80多歲 以上的 這些總共有7位個案裡面 那大概都是有 慢性疾病 然後合併新冠感染之後 有出現這個 呼吸衰竭的一些情形 不過也有一些個案 像 我們的第一位 那其實死亡的主因是這個跌倒 腦外傷 引起的這個硬腦磨下出血 或者是像第三位 這個是因為心肌梗塞 那 急救無效死亡 不過因為都有驗出新冠病毒 所以新冠病毒的感染這邊也都列為是死因 不過 可能都並非是主要的死因 那另外也可以注意到 就是說 長者的部分 有不少的個案是有 這個簽署這個不施行心肺復甦數 DNR這個部分 所以在病程來講 就是說 都是大概到使用氧氣鼻管 或氧氣面罩之後 並未插管使用呼吸器 那在今天比較這個需要特別說明的個案是 年紀比較輕的30多歲的這一位 他本身有 密要到結識的一個病史 那這一位他是 在家中獨居 那是被 被其他人發現說在家中昏迷不行 那 送醫急救之後 急救無效 那在送醫之後 才簡直陽性 所以也死亡的原因有 列出來是急性呼吸衰竭跟新冠病毒感染 那這個死因的部分 因為是有驗到新冠病毒 所以有列上去 不過究竟在家中這個昏迷不行的 原因是什麼 可能暫時還沒有辦法確切的 釐清 那這位是沒有接種過任何的這個新冠 的疫苗 另外在重症的這5例裡頭 有一位是這個小於10歲的一位 這個他還是小學 年齡的一個男童 對 也是沒有接種疫苗 因為他沒有到這個 先前接種疫苗的年齡 本身是有 慢性的這個心臟方面 心血管的疾病 以及神經系統的 疾病 那這次是有染疫之後出現這個呼吸窘迫的情形 目前還在家戶病房 使用呼吸器跟瑞德西韋在 治療 那順便也 也補充 就是先前我們有公佈過一個小於1歲的 一位小朋友 那還在家戶病房當中治療 不過 這位重症的小朋友目前情況之律有改善 所以 也這邊補充 讓大家可以放心 謝謝